我想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第69题这一题该怎么做 第69题这一题 这个复杂度又稍微高一点 不过原则上 如果你前面的这个基本画法都差不多没有问题的话 理论上应该这一题应该可以解算 那这一题主要就是说 我想基本的中间的这个圆 直径为八九十应该没问题 先画出来 那画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先从右边这边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这边要做哪些动作呢 首先我们来看这边有相关的尺寸 那首先的话呢 实际上这边它有个五十四 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呢 把它除以半的话应该多少 二十七度 对所以如果二十七度 那你有几种画法 当然一般传统画法是旋转 二十七度正负两个 比如正正二十七跟负二十七 旋转用测点的方式 正负二十七也可以 或者是说你用极坐标啦 我今天前面讲过你极坐标四为二十七 有没有 那你直接就可以拉一条线 再拉一条线 那也可以 两个方法都可以 不过 那极坐标会快一些些 那画完毕之后你再怎么样呢 把它往外十五 那这边往外 往下 然后再往这个方向 这一块就做完了 所以这一块其实非常简单 那稍微比较麻烦一点是这个地方 这边有个弧啊 实际上它是一个圆 那这个圆呢 怎么画 它给我们几个尺寸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这边要需要画一个五十四度 那五十四度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画一条线 直接这边画一条线 然后再用旋转 或者是说你可以用极坐标 直接给它一条线 极坐标这一条线应该是几度呢 应该是九十度对不对 再加上这个五十四度 所以是一百四十四对 所以一百四十度 你大概你几乎它是144 画一条线过来应该也可以 那先画一条线之后 它这边有个尺寸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个地方 再往这边 你可以追踪二十五点五 然后往上画一条线 这个时候就会有个什么呢 这个圆的中心点就出来了 那这个圆的中心点有了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什么呢 再利用这条线把它往这个地方偏移 其实你只要偏移一边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你偏移一边之后的话呢 偏移一边 这个三十二的一半是六 那就可以知道说它的半径多少 中心点到这个的焦点就是它的半径 那这样这一边就画得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这一题看起来稍微复杂一点点 但实际上呢 大概也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方法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一般的图形 假如说你把我一直强调 就从第一堂课开始讲 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把这两个工具 这两个工具类熟悉 然后再把上面的一些功能 有没有 像绘制几个功能呢 熟悉的话呢 基本上你要画出一些 这个图形是绝对不会有问题 当然简单的觉得复杂的话呢 我想也不会有问题 基本上原理原则都一样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图 第一个我们先Denter 然后呢 直记就是89enter 先画一个这个圆 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我们来 先解决这一边的问题 那当然你用极座标也可以啦 不过如果你 因为前面极座标我都有做过 你用设定一下 比如说你用27 这个地方你直接给27 按确定之后呢 他就会直接可以有27的一个角度了 那我直接往这个方向27 碰一下 点一下就可以 然后再来的话 空白键结束 再空白键一下 重复指定 你往这个方向 他也会有个什么呢 负的27 会出现 不过呢 负的27呢 他出现的是多少 负的27 嗯 这样这个角度是对的吗 这个是320 27 300 应该320 应该是333才对 理论上他是这样绕一圈的 所以这一题 如果说你要-27的话 除非你要再怎么样的 再设定一个极座标 再给他一个设定值 那这边的话 要增量角度的话 再给他一个负的 按确定 负的27 那负的27呢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负27 333就出来了 也就是如果你要两个角度的话 因为他不是正负值 那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极座标的方式来做 那这是第一个啊 那你们还可以再练习第二种方式说 我如果用旋转加测点怎么做 假设我今天我不要用极座标 那你们可以复习怎么样呢 把这一条线点住之后 再点这个点按右键有没有 这边有个旋转 那旋转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样呢 C Enter 复制一下 那因为我讲过测点可以连续 你可以27 Enter 负27 Enter 两条线就解决了 测点的话 它可以连续好几个线段 那做完毕之后 这一条线就可以把它删除了 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这两个焦点 这边有个端点或者焦点 往这个方向15 然后往下的话呢 拉一个垂直 那只是说你不知道 这个地方垂直到哪里 其实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最终的 追踪这个端点 拉过来的跟这个的垂直点 它有个双追点出现的时候点一下 那折回来之后 这个应该也会是15 那再把怎么呢 再把这两条线段 加这个线段 这个线段可以删除 那再把这个地方 空白键一下 修剪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处理 另外这边有一个 这个向上的一个缺口 那向上缺口部分的话 我讲过 你可以用急坐标 或者是用旋转也可以的 如果有时候急坐标比较快 我们用急坐标 144 然后直接呢 在这边的话呢 点一下 中心点呢 从中心点144 碰到应该就OK 大概就到这里就可以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利用画线 也是一样 从这个中心点追踪25 或者是你这边画一条线 偏移过去也可以啦 我觉得这样追踪过去 会比较快 因为你就少偏移的一个指令 25.5 Enter一下 先追踪到这一点之后 再怎么样呢 再把它拉垂直 那因为急坐标 刚刚已经有动过了 所以记得把它改 改成90好了 然后往上 拉一个垂直 然后碰到这个端点 其实这个焦点 往上的这个焦点 就是我们要的中心点 点一下 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一条线做偏移 偏移的话 偏移16 因为32的一半 把这一条线 往这个方向偏移一下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 也就是说这个是中心点 这个就是 这个就圆的中心点 那圆的半径 就是从这边到这边 所以你可以画一个圆 从这个焦点 拉过来到哪里呢 到这个焦点点一下 那其他的线 这个线段 这几个线段 就不需要 就可以把它删除掉 那最后的话 你要把这个地方做缺口做出来的话 就是修剪 红白键 把这边跟这边 修剪掉 那这一题就完成了 其他部分的话 讲各位 再把这个地方 这个标注一下 里面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缺口 你可以标注 那对齐式 因为这个地方 从这边到这边 记得不要标错 从这边到这边 拉一个这个 然后 那另外这个巧度部分的话 你没有办法标注 所以你必须要画一个辅助线 所以这边必须要画一个辅助线之后 再来做一个标注 我想这部分 各位再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那你要标注的那个辅助线 你可以把它做成虚线 虚线 那虚线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用那个DOT2 或者其他的线段来做